为什么台湾的男生一说到当兵就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不知道这一罐牛肉罐头又会勾起多少人的回忆 有次跟家人聊天的时候 聊到军中牛肉罐头 是那个时候只有当兵的人在部队里面才能吃到的 但吃过的人都会对他念念不忘 一下就勾起了我满满的兴趣 于是我在沙皮上面去搜了一下 还真的被我找到了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满满的回忆山 开箱军中牛肉罐头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 我老婆说在他小时候 爸爸经常有拿那种军粮和这种牛肉罐头回来给他吃 然后那个军粮就是那种一个铁罐子里面装的 一打开里面就有很硬的牛肉干 然后还有一颗姜糖 还有很硬但是又吃起来很香的饼干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充泡的橘子味的那种饮料粉 但我们今天就只买到了这种牛肉罐头 我们赶紧来开箱看一看 把它煮了吧 下次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买到那种口粮 为什么台湾的男生一说到当兵就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不知道这一罐牛肉罐头又会勾起多少人的回忆 虽然是开在即时的罐头食品 但我也要认真对待 我们准备了白萝卜 红萝卜 番茄 高丽菜 放入大铜电锅 我看网上好多人在外生活和留学 最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带一个大铜电锅 好像每个台湾家庭里面都必备一个大铜电锅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放入豆瓣酱 电锅跳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揭开尝尝味道 在准备好的白米饭和面条上 分别淋上酱汁 撒上葱花 一顿香喷喷又营养的午饭就做好了 哇 我很期待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因为闻起来很香 嗯 嗯 再喝一口 我觉得它的味道不会比外面卖的柳根店的味道差 而且我觉得这样一罐很方便 在你比如说工作累了的时候 或是下雨的时候你不想出去的时候 就这样在家里煮一罐这样的牛肉饭或是牛肉面 又吃一次我觉得是很方便又很美味的一个东西 而且牛肉本身也是营养比较高的 嗯 其实我们野后出去露营的时候 带一罐这样的罐头也是比较方便了吧 就是在野外可以做一顿简单的料理 其实我在台湾吃过好几次牛肉面 就是觉得还不错吃 但还没有一家让我觉得很惊艳的 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罐头 汤鲜味浓 没有特意追求甜味 里面的甜味都是来自萝卜的鲜甜 有一种吃到真正红烧味道的开心和满足 我想象的好吃很多 最后我还想补一句 如果是完全按照我的口味来说的话 我可能会先用油和干辣椒爆一下香气 再分别倒入蔬菜和牛肉焖煮 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料理这罐牛肉罐头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就是屎没谁 就像是他我大胆 有吗 是 就送了 �得 你继续 这是 when 我们 说 有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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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